我經常看到記招 尤其是臨時記招 經常有一張記者的訪問桌 有300支咪高峰 怎樣欠那些咪高峰 先到先到的 對,到早上 到早上,有時突發那些 馬上跑去跑不及 我知道有些電子傳媒 他們的做法是… 尤其當我們不在香港工作 譬如我們在北京 環境完全不同 譬如某個電視台 除了他們的咪高峰 他們會有其他電台的咪高峰 因為膚淺或現實 很多時電子傳媒的採主看甚麼 就是看電視的圖片 看到是咪高峰 可能在場景中沒有電台 例如電台… 有記者,但我看到有支咪高峰 大家會覺得原來電台也有在 但實際上沒有接駁線 沒有記者,沒有人採訪 明白 這回答了剛才你的問題 為何經常會把咪高峰都齊在 因為大家都互相幫助 而且運作上不是每個時間… 像警察的衝鋒車 上面有那麼多崗位的人 不是那輛車在外面巡邏時 只有攝影師和工程 但他們有很多工具 但我一打咪高峰就把整個鎖 都給你們 對,他們負責一夜 或者有時候開咪高峰 我其實不是記者,是工程 但他負責一手探 很難找到問題 因為他不是記者 所以在同行之間 幫助的人也幫助 競爭之間又如何 會否算得不說 對 競爭不在香港的時候會比較多 很多時候的舞台會有部署 譬如你那場景很難進去 可能是太陽太陽剛出現時 你已經進去,困了進去,在這裡等 如果另一個舞台 我當時遲了起床,不能進去 他就會跟守門口的人說 為何不讓我進去 我知道有其他香港的梅仔 都在裡面,為何你不讓我進去 他這樣說的意思 他表面上就是 我給你壓力 為何你不讓我進去 但實質上就是… 暴大膜 黃之華說的 我魚蛋上的甜醬 我不要你給我 我不要你抹走別人的 而且其實在內地工作 真的很多 尤其是在台上的競爭 因為… 剛才剛才說 你出現後才有的資料 譬如是互相隱瞞 可能私底下 即使有幾個朋友 約出來吃飯也好 譬如可能當… 我聽說以往可能有禽流感 東莞之類的很多 然後可能有兩個台人就說 你明天會否去那個地方 然後大家就說 不去的,我不會去這些地方 明天不用做 怎樣了 神經病,我沒有讀書 突然就考一格分 對 然後… 那時候就叫丟雞 丟雞? 糟糕了,一間測驗15時 昨晚沒看過 或者考完後 全都不認識 怎樣出道你98分 那些人會背割他 然後那個人… 例如當作電視台 然後收到老闆,我打算要去 去到的時候 已經看到另一個台 他撞到了 對,然後大家就很懶惰 或者…可能經常都會出貨 算了,全開都知道甚麼事 臉很懶惰 公司報道新聞的立場 是怎樣的 會否保持中立,還是… 還是你們已經收到訊息 我們公司的立場就是這樣 你出去做這件事是怎樣做的 每一個媒體都一定有立場 坦白說 不像我們讀書的時候 可能你要很中立地去寫 作為我們記者,自己本身也想 但公司是否可以給空間去做 例如某些媒體 可能對某些公司不滿意 或者不知為何得罪了老闆 總之好的事就一定不說 要懷弱的事要發展更大 或者要刺激他們 老闆叫你出去做這件事時 有否告訴你 其實你不用說,你明知道 每天都會刺激他 沒理由去到好的事會叫你去 你去到就知道一定會寫失 很明顯的 也不會太明顯 不會說你一定要… 除非他有任務或問題 一定是你問到的 他就會交代你 但如果… 如果不是作為記者,你懂得做 不,通常他都會任由你發揮 但可能你第二天 看到報紙外出的版本 就跟你本身寫有一個不同 即是他們自己會改變 變賽事主 他們要改文 不是說你寫有甚麼 他也要把關 因為他們上面還有很多級 你上面的不改 你上面的,再上面的也改吧 那你們要針對… 特別是我要針對余迪懷 然後我寫余迪懷,我會有錢 我會有更多的錢 那有嗎?我也想有 不過最重要的是廣告 因為廣告是我們的老闆 譬如揭發了某些東西 然後對那間公司不利 但是那間公司的公司會打電話來 已經寫好了,已經準備出 我們不下稿了 對,我們不下稿了 明天…不,他反過來 他說明天會下全版本 總之你不要寫 明天會下全版本 然後跟老闆… 最初我們還堅持 當我沒有聽過 我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 你問騙輯、問老闆 我們沒關係,我們只是工作 然後翌日就不見了那篇文 是甚麼公司 不說了 因為後說 還有很多時候,像剛才阿陳所說 可能我們寫的篇報道很中立 到老闆就會改革緩面 對,他會… 一定會 因為他可能會收到在上的指示 就知道要怎樣寫 因為我們的記者不知道 當然打算很中立 把整件事給觀眾知道 或是給市民知道 但到老闆的時候就會… 這個世界是沒有中立的 他就會改變了 那網媒和紙媒 即是傳統媒體 做採訪有甚麼分別 也有挺大的分別 例如呢 我們作為主流傳媒的記者 就會出道,他不斷問問題 希望寫多一篇好的報道 因為我們先說內容 但網媒… 不是說他不說內容 但他要的是另一些… 例如他要視頻 他們會很專心拍攝那段影片 會否有問題 會否追蹤別人的事 其實基本上也不會 因為網媒要快、靚、靚 因為我之前也訪問那群紙媒 他們也提及過這一點 甚至在很開初網媒剛興起的時候 被人拘捕為 他們只會被抄襲 例如香港電台出了一條新聞 他會被抄襲、字改一下 然後當自己的新聞 那實質跟網媒衝突的例子呢 他會遮蓋你,專門 自拍棍就來了 這樣會遮蓋,遮蓋你 其實自拍棍對我們有很大的影響 很大的問題就是政府沒有監管 究竟那個網媒 究竟那個記者的生活是怎樣的 是… 我們是拍攝漆鏡 漆鏡走出來,很有趣的 警察一路不會很理會 我們就是困在一個豬欄 即是俗稱的豬欄 就是有一個豬欄 有一個叔叔 就這樣抱著記者證 但不知道甚麼… 說了也不知道是甚麼媒體 他就拿著手機 然後就這樣聽著耳機 漆鏡第一個走出來的時候 這樣一路拿著 他的手機就遮蓋他的頭 後面那些大台… 即是這麼近 對,這麼近 拍攝著 拍攝著 然後那些大台就在他後面 他就一路走一路拍攝 然後大台完全沒有影片可以播出 然後就立即捉著刮叔叔 問他哪一間 然後就跟警察投訴 是 這樣弄得我完全沒有東西可以播出 交換導課 很多時候就是警察見中… 會否是警察科那邊的蛇 我們擋著你們,不讓你們拍攝 對,又會擋得那麼棒 或者可能是支持警員的很多 其實說起這件事 現在很多新興的網媒 是多到… 其實你根本聽也沒聽過名字 或者你根本不知道他有甚麼人 可能是整個辦公室 那算是容易讓這些人運水 望如檔 你說是否正式說政府給錢 是否警察給錢 這個不知道 但肯定有很多陪伴的人 他們會搞一些媒體出來 那些叫甚麼?農村包圍城市 很多人都會捱到四象 可能將你的報道淹沒了 回大陸採訪有甚麼特別情況 可以奇趣,驚險 有甚麼貼士 大陸和香港採訪是絕對不同的 是 我介紹了兩個故事 第一個就是 我以前有中國的同事 在北京工作 他們在房間工作,聊天 然後駕駛跟月光說 可能我遲些要去某個地方 即是甘肅 要去工作,真慘 然後駕駛了,我記得好像是半小時 那些同事說 半小時後就有人來拍門 問甚麼呢 就說你們是否會去甘肅 其實已經偷聽了 你們去做甚麼 為甚麼在北京那麼多工作 你不去,你要去甘肅 你有否告訴我 那些房間 你們作為記者上去做採訪 是否他們的機構讓你們住 所以他才特定 林二汶這個記者就住在這間房間 一天監聽著他 其實有些大陸是有一些… 例如我們香港的代表上去 他們通常都會住在某些地方 他們都會讓記者在同一個地方住 但那些地方 其實你也會知道 裡面是你做甚麼 其實都會知道 聽了一切 對 另一個呢 而且在大陸做新聞 其實你要有一個… 你要有一個準備 就是你會被人拘捕 以及要寫悔過書 其實很多時候… 一來,內地的資訊審查很厲害 不像在香港 你進去一間店舖 問店員的東西 可能他們都會回答你 但他們不是的 他們首先要請示 不是請示店舖的經理 要問到最大的老闆 明白 這是其一 另外就是… 例如你做一些偵察的報道 你被那裡的公安或政府人員發現了 其實你就要被人拘捕 有很多行家被人拘捕 或者叫你把手上拍到的東西 然後叫你寫悔過書才讓你離開 但會否被捉在一旁打 有試過嗎 現在也不會 我還想說那回事 可以回應這個 傳媒是上大陸做事有困難的 甚至其實不可以 有時候他們可以進入境 有一次有很多香港傳媒上去 傳媒也會派人上去 打算可以試一試 整件事很順暢 由乘飛機上去 在香港過境 北京下飛機 乘車到酒店 也會檢查 也沒事 為何會那麼順暢 對 然後加了兩天後 突然有一個左部的採主 就跟這個傳媒的記者說 你不知道幾月多少日不上來 你來香港的航空公司是多少號 全都知道 你記念中在哪裡坐車來 你去過哪裡 其實你沒有到處走 你做的甚麼大家都會知道 所以你回香港就趕快回去吧 挺有趣 而且傳媒經常要找不同的人 去大陸做新聞 很多人會找他們喝東西 晚上拍門 是嗎 對 他們不會惡意 不會抓他們去打 就不會,很文明的 但很抓你去喝東西 喝東西即是怎樣 有甚麼聊天 對 叫你把所有東西都交出來 就問你們做了甚麼 都要趕快回香港 即是我不讓你來就不行 你來得到不來就沒有寫衰我 但他要告訴你 我們已經在觀察你了 還有最過分的 其實當年有一次 當年上過主流傳媒的 就是… 又是一個很大型的採訪活動 又是在同一個很想住的 香港傳媒很想住的飯店 有電子傳媒的房間 他晚上回去後發現被人叫開了 他的行李亦被人打開了 電腦亦被打開了 然後在電腦中很明顯 你看到多了一些東西 就是放了一些偵掌 其實也很低手 這樣被人打開 被人知道放了一些東西在電腦上 但他們會這樣做 但是另外大陸做新聞 其實是有錢收的 是 譬如… 因為內地的記者 其實薪金不高 但他們經常會有居馬費 例如我們去一些電腦 例如去記者會 香港其實沒有 那客人就會付錢給記者 對,例如文字記者 可能是300元 視頻記者是200元 其實他們的份量很高 去一次記者會 竟然就有數百元… 所有記者會有這麼多記者都來 所以有時風氣帶來香港 就是香港有一些… 我當是學校也會 商業機構也好 他們會考慮是否請大陸的記者 他們就會問 我需要準備紅包 即是你的紅包 因為他們知道大陸的記者 要用紅包才會寫東西 不當是行賄嗎 上面就不是 我意思是香港給他紅包 香港不行 對 一定要給老闆知道 例如你新年所收的利是 也要繳上放在設施基金 是 對 這行業有甚麼是最難受的 我聽了這麼久 好像難受的事多於好事 而你們又怎樣… 為甚麼可以繼續堅持下去 做到呢 最難受的… 其實我們攝影記者 很多時候可能有三、四宗職業 很多時候可能那宗職業 只是拍照 然後很快便會上頭打電話給你 有東西加單,馬上去 很多時候直接吃飯的時間也沒有 可能由早上 到晚上才叫晚上吃第一頓 要用心努力 對… 那個時候就是… 因為你本身是記者 你應該要做那種責任 就是你應該把那件事 告訴眾多市民 你應該是… 有一個職業操守 是 由這個精神… 有一個使命感很強 對,使命感很強 其他人呢 很多人都是轉行後會回頭 因為記者出名是人工差 時間不太好,例如我們晚上吃飯時 他們就在保管寫稿,很辛苦 跟正常人的時間完全不吻合 是 不過很多人轉行後 去了一個身高、良準 也可以很舒服地放紅一屆的時候 仍然會考慮 甚至真的回頭 就是因為他們會覺得那種工作 才是他們想要的東西 即是他們不能夠忍心 每天在辦公室上打 所以那晚五個他不喜歡 對 即是屁股貼不住椅子 阿娟呢 其實我覺得最難受 其實剛才也有說過 其實是老闆 即是他們所請求的不合理任務 可能是寫一些違背良心的東西 或者是因為你報館的問題 而寫一些跟你心中的政治立場 不相同的東西 是 但你又要不停去做 其實那一刻的道德上的拿捏 是你最掙扎的 那你堅持下去的原因是… 其實起碼… 我在自己僅有的範圍裡 可以報導自己的真相 還有在現時代裡 大家都說是覺醒 特別是我們這些年輕人 都是未來社會的一個力量 是 我覺得如果大家都是 傳媒不斷去萎縮的時候 如果你都不去支持一下 其實都是繼續萎縮下去 我唯有再堅持一會 不停跟自己說 又是使命感 那你覺得採訪自由其實轉變了很多 香港的言論自由是否越來越差 其實看到兩個情況 第一是傳媒體越來越少 是 一間收拾一間 第二個情況就是 不停入主的投資者 大家背後的集團全都是紅底 是 越來越多一間 其實基本上你可以說是99% 全部都是染紅的 還有你背後有些商業的團體 其實背後你也不可以再說 他反對他或對他不利的消息 因為是商業行先 對 其實傳媒的世界越來越萎縮 曾經說是政府的勢力越來越大 其實傳媒就會越來越小 如果傳媒的勢力越來越大 政府受到的威脅就會越來越大 所以這個時候 一個弱勢的政府 打壓傳媒是一個現實 是 對,亦是一個政治目的 令你注入自己的喉事之餘 亦會打壓反對他的聲音 就算這個問題 其實政府,尤其是官員、局長 以往很多都是願意出來說 願意回應一些事情 現在不是的 全部都是寫網誌 避了媒體,不想出來說話 原來就打算在電腦後面 就可以解決所有事情 以前你對於某程度上利用的工具 現在這個工具也不太用 起碼有人問他,能看出反應 但他現在自己寫 或者可以叫… 我覺得他不敢再出來面對公眾 剛才你說到… 或是大家都說過 有低身的 記者大約有多少錢 還有前景是怎樣的 入職最高是怎樣的 記者是… 升職在哪裡 應該在過去二、三十年 都沒有怎樣加過人工 我想現在是… 萬一、二 例如大學生畢業 立即做了幾隻萬一 但15年前是低於萬 甚至有前輩說97年的時候 可能是萬二、萬三年 因為當時的年代 如果是紙媒的話 當時更加發財 還有更多廣告 對,如果真的差一點 例如沙士 或是金融海士來的時候 其實只剩下多少錢 我聽說6000元也試過 前景吧 前景就是… 可能你捱五年才做到一個高級記者 現在可能會短一點 你也要幾年高級記者 你再資深一點的手機 然後你再想採取 你也要再等一段時間 對 那一條路是… 你不太能看到那個解體在哪裡 那是上不到老總的路嗎 上到的 除非他退休吧 但落差很遠 但很多時候那些老總都是空降的 對… 或者某些政治立場的背景的人 是 空降下來 其實有時候… 而且即使升級的名字 都是虛名 有時候你去到高級或手機 可能還是萬五 是 其實對我們來說是沒意思的 是 好,最後這部分 有甚麼說話 精、簡、一句 寄予香港 又或者是寄予傳媒 或者是寄予讀者 或者是新入行的記者 任你告訴你 給誰聽都可以 我寄予全香港的市民 好 好的 其實如果香港真的追求民主 起碼你自己有獨立思考 去尋求你想要的聲音和真相 其實當見到傳媒越來越萎縮的時候 其實市民也要提升 你自己的獨立思考 以及自己的文字 如果你只是看一些 多汁的東西、低俗的東西 其實香港玩完了 我會想寄予這一行的人 不要經常覺得 一張照片得來很容易 每一個攝影記者 他有他的思考 有他本身的價值、能力 去將一些影像 提供各大市民去看 他知道真相在照片上如何呈現出來 我很希望市民、政府也好 也很尊重我們記者本身的工作 我反而想跟一些可能新入行或可能 正在讀新聞或傳理系的人說 就是作為…如果想像一個記者 記得要緊握自己的信念 不要忘記你的初衷 為何你要成為一個記者 還有經常要問回自己 問回自己的問題 就是當老闆或一些很無理 或是很不中立的指令時 你要跟自己說你的信念是甚麼 你的初衷是甚麼 不要成為一個任何擺佈的工具 我給傳媒的投資者或老闆 要記得自己立身的地方在哪裡 那你是否知道實現到盡 為何你不去做一些事給香港人 我記得要把套放給你 你不喜歡 你不喜歡 謝謝大家 我記得關於王子 我這麼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